打破社会阶级的固态化 才能给整一个社会带来希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ogle Artis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麦 在上一日之中 我们说到了目前 中国面临的巨大的人口困境 一直潜在所带来的 这个社会阶层固态化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如何才能打破这个固态化 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社会固态化 富人一直富下去 穷人一直在穷 其实呢 我们并不难理解 其实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像在北上广深 或者说是省会城市 一线城市的大部分城市家庭子女 他们出生之后 所获得的教育资源 在一线城市中相对来说 是远远要二三四线 乃至农村一些小城市要好得多 再加上 由于这部分的家庭 有额外的储蓄 能够支付得起 补习班 或者说是课外辅导等等这些 那么在原本就比较良好的教育资源 再加上课外补习 很容易让他们在比较高的几率下 能够进入更好的大学 在进入更好的大学之后 也意味着他们未来的工作 相比而言会更加好 工作好了 收入就高 收入高了 由于他们本身又是在一二线城市中 有户口 因此落户之后再买房 这整一个社会阶层 就会被固定下 那如果处于弱势阶级的 比如说是三四线城市 甚至于农村的孩子们 他们怎么办 本身他们的学校的师资力量 就没有成立的 现在又没有成立的孩子 那样周末可以去补习班 他们拼了自己的命 考入了大学 可能少数人可以进入北大清华 但是绝大多数人 可能比不过成立的孩子 进入的是三流 甚至于是四流的大学 进入之后 那面临的工作和就业压力 将会变大 大学不够好 通常来说 未来的工作收入也比较少 收入少了又很难在城市里立足 买房 买不了房又不敢结婚 这就是形成了一个死的循环 也就是上流的上层和中层 一直是占用着社会的主要的和好的资源 而处于弱势阶级 则一直享受不到资源 最后产出的结果也非常不好 他们一生都会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境界 这就是叫做社会固调 再举个例子 比如像北上广深之前 一直有一个学区房的概念 什么是学区房 就是比如说像一些特别好的大学的 附属中学 北大附中 人大附中 上海的一些复旦附中等等 这些学校附近学区房的价格 即使是非常破的房子 只要有个十平方米 只要能够占用一个名额 那么房价就有可能到500万 甚至于1000万 但是买他房子的人 绝对不会去住 只是为了抢占这个名额 让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入这个学区 但是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是靠着买这500万 把个孩子送进去 那么买不起这个学区房的呢 大家是不是就意味着 如果我买不起我的孩子 就注定只能上差的学校 这就会形成一个 就像我刚才说的 富人一直富下去越来越好 普通家庭甚至于穷人家的孩子 越来越差 永远无法向上台 一旦这种固态化形成 将会导致非常非常不好的结果 简单来说就是很多年轻人 就现在就想躺平了 我不想奋斗了 我奋斗也没有结果 能让我干什么呢 我奋斗了也买不起房 我奋斗了结婚之后也生不起花 更不要说二台三台 那这个局面如何去打破呢 其实在我看来 现在打击教育行业 这个课外补习和培训 其实就是打破了教育行业里面 一个贩卖焦虑的问题 啥意思呢 之前啊 前几年 咱们回国的时候 经常能够在电梯里看到 什么为了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如果现在不补习 未来高中也考不上 等等等等 这些标语 其实都让所有的家长看了 心里非常的焦虑 大家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 不要输给别人 而去让他去参加补习 但实际上也真的有效吗 我们要打一个大道的问号 在二三十年前 那个时候的补习班 相对来说是各自为政 也就是说 每个城市都是小的补习班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 由于资本的介入 很多的补习班是全国性的 先让你尝试 两周的免费课程 尝试好了 你一下子就得报 三十节 五十节 那收费呢 就高达五千 甚至于是一万人民币 而且 由于是全国性 一下子扑开 它一下子收上来的钱 就可能高达 几亿 甚至于几十亿人民币 这么多的钱 没有监管 不准在性货帐 完全是那个公司 自己吃 就跟之前什么 小黄车 小绿车的那个押金一样 那结果到最后呢 一旦这公司 经营状况出现问题 这个押金就没有办法兑现 那么多家长 买了这么多的课 掏了这么多的钱 这个公司如果跑路了怎么办 所以 现在的教育股息 通过贩卖焦虑 通过聚集社会 大量的资金 形成了一个 巨大的贡献 这也会使得 现在年轻家庭 抗拒生二财三财 那么刚才说到是教育 房地产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知道呢 之前的学区房概念 使得很多原本 根本不值这个钱的房子 被炒持 那现在以深圳 上海为例 包括北京也是 采用的是大学区 也就是 你虽然在这个学区 但是你不一定 能够出到好的学校 采用的是 一加上N形式 也就是 可能在这个大学区中 有四个学校 一个好 三个普通 大家一起来抽签 你买在人大附中附近 并不意味着 你一定可以进人大白中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也打乱了学区房 百分之百 能够进好学校的这个魔咒 也使得学区房 之前的高房价 被压下来 另外呢 还通过比如说是 这个指导性房价 包括是最低社保工资 等等 这社保年限 来限制住买房和炒房 当然了 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是想说 大家可能会觉得 那我是投资者 自由市场中 我本来就是应该买卖自由的 你现在一个政策下来 砍掉了我90%的股价 让我损失惨重 我当然不高兴 但其实 我个人觉得 现在中国的监管当局 愿意出台这个政策 来打破教育行业 以及房地产的垄断 以及阶级的固态化 其实他们是迈出了 非常勇敢的一步 为什么 咱们说实话 大家心知肚明 谁能够买得起这么多的股票 谁能够买美股 谁的孩子能够上好校区 无非就是 一 富人阶级 二 有职位 有职权的家庭 那么其实这一部分人 说白了 就是社会的上层阶级 现在是 我们说的监管当局也好 政策的制定者也好 愿意拿上层阶级开刀 说白了就是把自己的利益让出来 他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能够让弱势家庭 社会的普通阶级 能够看得到希望 能够从下面 往中间走 能够从中间 往上面走 如果所有的路都被封死 所有的希望也就没了 那么 我为什么还要努力上大学 我上了大学 买得起房 我买了房之后 还敢生孩子吗 如果这一切的路都被封死 那这个国家的年轻人 就不会有希望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虽然是资本市场 惨招打击 股价跌了百分之七八十 但其实 我个人觉得 这是中国做出的巨大牺牲 牺牲的代价 就是希望能够 转变现在人口结构上的困境 同时 能够让普通家庭 底层家庭 看到希望 能够翻身 能够向社会上面走 要不然的话 执政当局 有钱人越来越有钱 我买的房越来越深植 我的孩子能够进学区 什么都不改变 那这不是大家 你好我好 所有人都好的事吗 为什么要改呢 现在的改 改的是自己的利益 可不是别人的利益 能做到这一步的政府 真的不是太多 所以 我们少一些抱怨 多看一些大环境 大的图 站得高一些 为了国家 或者说 这个说得太大了 咱们说的白一点就是 为了让普通人 能够看到希望 我觉得这一步走得 非常对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一期再见 GoMarket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 请不吝点赞